其實我最初第一次留意Emilia 都留意她EQ多高 那時不斷不攻擊 還說我來講什麼 你以為這些女生更年輕 不攻擊已經懂得這樣EQ 其實是少的 男女都是少的 即是在EQ 所以你再記得今晚 大家平時都看了寫稿子 大家未必適合她的角度 未必喜歡 但是最少是都可以表達到 表達到已經很厲害了 即是你說表達一點 如果我覺得你一個價值觀 為什麼我要去倡議這個價值觀 因為她不是主流 如果她是主流 即是每個女人就是雞 什麼瘦就是好 這些所謂主流 如果每個女人是雞 我破了產 即是假如 這些是主流的價值觀 假如我宣揚那些是主流的價值觀 那我不用宣揚 那我宣揚可以 因為她不是主流 那不是主流 一定會被人罵 對不對 沒有人罵你代表他做不到事 如果你宣揚的時候 即是等於你說 剛才那些什麼親家 一開始那個什麼 那些什麼 隨便 那個人說什麼 上來打你那些 即是如果你做一個節目 他不是上來打我 腳吹雞叫人打他 他自己又不上來 又不給錢 即是如果你做一個節目 即是你做一個唱義者 是沒有人罵你的 你要反省一下自己做什麼 即是沒有人罵是沒有可能 你完全沒有人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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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些東西是完全不隔身的 完全沒有任何 新的意義 完全也沒有人罵 你才會沒有人罵 所以一般人在說 你被人罵什麼 其實那當然不是說 我去殺了一個嬰兒 無辜地殺了一隻狗 之後被人罵那些 那些當然是抵鬧 但是我自己又沒有做錯事 我只是說我自己想說的 我講完之後 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又沒有害人的 然後你罵我 那這個其實是好事 代表有回饋